又讓大家見識這個科技白痴有多低能 好,我們先講回正經 老樣子從老抽出發 去淺草進發 最快過一班車9分鐘就可以到達 萬則只有3個字左右 出到站,你見哪邊多人走哪邊就對了 歡迎來到第二天的旅程 我們第一站就是淺草 不過其實是因為看Ultra Expo 所以才特意來淺草 之前香港有藝人說淺草越來越商業化 都無可否認 不過多人鄉過頂盛才靈 入廟拜神 這個淺草寺其實就是拜奉聖觀音的 如果不是相信相關的宗教 就當進去看看 好,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多人道,水洩不通 因為其實除了外地遊客之外 日本人自己放假都會來 其實有個攻略就是大家如果純粹想去正殿拜神 就可以選擇走兩邊的道路 沒有那麼多人 走正門就一定最多人 其實人們說商業化都無可厚非 大家看到兩邊的路都是很多店 各式各樣的店 有些賣和服 有些賣手信 那些朋友 走到差不多近一個尺 這些是櫻花堅料 插在商店櫻花架 這些是真東西辣 是漂亮的 走了一段時間 終於到電前面 還有一堆樓梯 正殿轉左就是五重峽 這件事真的難免被人覺得很打卡 嘩,那裡又有櫻花 立即有一些不同的女性 不同年紀的女性去打卡 今天應該還是春假 很多日本的年青人 這邊是賣御手的 就是那些護身符 那些朋友 我都會賣的 大家對這些未必有興趣 但是我挺喜歡去一些不同的廟宇 入廟拜神 當然日本很多 因為他們是信神道教 所以他們覺得萬物皆可以是神 看看和大家的信仰有沒有抵觸 咦 要做一件事 就是給煙洗禮一下自己 然後就要過來這邊 洗洗手 代表潔淨一下 這樣就要過來這邊 然後就要過來這邊 洗洗手 好,代表潔淨一下 這樣 以前 疫情之前 有個殼 其實 就 會給大家 喝一口水 這樣 現在就可能怕疫情 這樣 濕濕個口 就算了 入廟 就不特別拍了 剛才抽大蛋 抽壞了 今年是空 不緊要 裡面都有跟大家說 只要 就算抽到好運 油斷 放鬆 都會變成 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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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事小心 都可以化險為宜 可以綁上去 化解了 惡魂 戴衛信的小弟 想不到這次來日本 還沒買玩具 花錢 不辛苦 健康 握魂解除 都買了 必須要 求個心安理得 這邊我少走 通常我都是入正店 即是主店那邊 這邊少走 可以進去看看 這邊是少人的 這個叫做 綠地藏石燈籠 跪著 其實不太能看到 每次來都要看一看這間玩具店 但永世我都沒有光顧過 新遊戲王的缺口盤 第一次見 下一個目的地就是Sky Tree 目測是可以走過去 我想走10分鐘左右 一路走過去Sky Tree 發現這裡有個公園 都開滿了櫻花 過來看看吧 其實因為三軸 用到沒有電 應該說忘記有充電 所以這幾段 就變了會 手拿 會窄一點 好笑 嘩 好多櫻花 其實櫻花季節有個好處 就是 很多日本的妹妹都會穿和服 或租和服去拍照 即不止外地遊客 有東西看看 是否算 順便看看對岸的景色 Sky Tree 就是那邊 我們移動後 應該向那邊看到有條橋 我們可以上橋 行到過去吧 我記得是差不多的 先跟其他粉絲來搭船 沒搭過船 有些風吹一下 那些花瓣飛下來 挺有詩情話意的 前面還有很多櫻花 不過我不夠時間了 我要趕去Sky Tree 可能吃一點點東西 因為1250開始排隊 可以進去Expo 1300開始有得看 現在都12點多 趕時間 話說趕時間 不過我忍不住 就拍了少許美照才離開 正常來說 大家應該可以乘車去 不過有小朋友想走路 沿途的景色 今天天氣很好 昨天下雨下雨 晚上很冷 今天就好少少 多謝大家這段影片引揚 這一節 因為衣服沒有電 應該不記得充電 嘩 多少櫻花 其實會連開櫻花 大概都是三月 四月頭 其實日本那邊 嘩 很吵 其實日本那邊 會提早預報的 大家去之前可以留意一下 嘩 這個公園也是 很多櫻花 目的地在這邊 好像我說的十分鐘 好像太過 under estimate 我想差不多走 三個字 三四個字 我想 看腳情 嘩 在這裡 OK 我們繼續前進吧 這邊呢 其實都新開了一些商店 其實我記得之前有些YouTuber也介紹過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但是呢 終於走到SkyTree 我那十分鐘的久了 我由零八分走到現在 三十一分 好 進去了 進去了 不想像我這樣走到劇 其實都可以坐車 回到淺草站 就坐兩個站 就可以去到 壓上SkyTree前這個站 這個站其實都很方便 因為呢 它正正就是在這個Solamachi的底層 的地牢 上回去就是商場來的 你說如果你不想走 淺草紙 你對這些明星是沒有興趣的 都不要緊 如果在秋葉原出發 這個旅程我們全部都是用秋葉原做起點 去到這個壓上SkyTree前這個站 都是大概三四個字左右 交通都算方便 小弟今次在這個Solamachi 就來去衝衝 沒有好好走過 其實大家如果去開 都是有些東西走 大部分都集中在四樓 一進去 其實已經是四樓 一進去就有電視局的一些公式商店 可能會有些劇集 有些動畫的一些官方goose賣 四樓亦都有Pokemon Center 整體觀感我覺得比池袋那間鬆動些 不過現在池袋那間擴張到很大 另一個玩法來的 同一層亦都有Ultraman World M78 即是鹹蛋超人的一個官店 其實在東京地下街都有 不過走開都可以看 如果有兄弟跟女朋友老婆去 都可以走迪士尼的官店 幾乎廣漏了這間 其實在Solamachi裡面 是會有Maticom的官店 有時候Mafix可能難買一點 都可以去這裡看看 他的官店還有沒有貨 如果第一次來Skytree的朋友 我都是推薦他上一上天望Deck 即是上去高層的位置 大地在我腳下的感覺 我覺得是良好的 他入場券可以上網買定 亦都可以即場買 不過即場買面對的危機 就是排到混蛋了 他另外再上天望回廊 是要再給多一塊錢 在官方網站有一個入場券 是一個Z 天望Deck我都上過幾次 但回廊我只上過一次 因為我覺得回廊 反而好像看到的東西不多 以及地勢比較窄 我走得不舒服 所以我個人比較推薦天望Deck 有些摸嘴經常說 不要上了 沒有東西看 那你也要上去一次 才知道怎樣沒有東西看 正上天望Deck 2000日圓有找 如果上天望回廊 就大概2700日圓左右 路癡的我終於來到 這個Ultra Expo 這個沒有展示表 但有些剪品 已經在排隊了 老樣子我不會拍片 因為都不給 都會拍照 留意今次的Expo 是沒有任何Live Show看的 只有皮套展示 當然最重要就是 進去跟不同的超人拍照 這一部分稍後再講 皮套展示方面 其實Liu Jeng那一堆 如無意外絕大部分之前都見過 除了Zetta 因為之前疫情沒有機會近距離見到Zetta 另外在旁邊的Lekulose 都是我比較有興趣的一件衣服 因為是有點像肌肉衣服 又印了那些左青龍右白褲 都幾有型 除了超人兄弟之外 Dekka劇場版的一些奸角皮套 都有展示出來 例如劇場版的大奸角 Professor Kuberlus 繼續向前走 就是Dekka的快洛Boss Masa Sophia Jalus 看起伏大到瘋 但是我整個展覽最喜歡 反而不是皮套 而是月面基地的情景模型 那個是我最喜歡的 因為過往看Expo 我也是最喜歡看樓 看街道的模型 是最吸引的 整個展覽不算很大 剛才說過 這個Expo最主要是跟超人拍照 那些展品反而是其次 大家如果有留意圓谷的Twitter 裡面都有公佈 每天分成三個時段 三個時段有些超人出來和大家拍照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 買不同日子的入場券 在社交媒體的營運方面 我覺得圓谷是比東拍很多 我沒有特別選擇 拍了兩張 看一看 這個包包也挺漂亮的 先給大家看 這個包包 這邊是這樣的 一邊是這樣的 一邊就是這樣的 那 喂 拍張照 為什麼入場券便宜 因為進去拍張相貴 進去拍張相要1500日圓 比入場券便宜 我就跟Ribouta拍了一張照 第一次見不是住在馬拉的馬拉仔 之外 我就拍了我最喜歡的其中一個超人 Owu 還要是這個叢光形態 因為應該是防疫措施 就不可以跟他握手 不可以站得很近 這個位置 他有條線就是被拍照的引起 其實超人出來之前 也有個姐姐教大家擺姿子 有馬虎弄星人出來做MC 超人拍照之前也會出來 展示一下給大家看 擺姿勢 可以拍照可以拍片 但是不可以放上網上片 我也守回這個規矩 那些就不放上來這條片 這裏1500日圓一張 大家想一下 一個時段有3個超人 4500日圓 然後一天拍完9張 再乘3 這條線都頗耐計 所以我覺得這條線都頗聰明 投入的資源不算很多 但是好像賺錢都頗多 至於門票方面都頗麻煩 因為又是要上網買 亦都要有日本的電話號碼才可以買到那張票 大家可能要找一下有沒有朋友在日本那邊住 幫幫忙 又或者自己想想其他方法 我都沒什麼方法解決到這件事 因為我剛巧有朋友在那邊住 那就可以幫到我這樣解決 這些就是我在Ultra Hero Expo 和New Generation World裡面的收穫和分享 跟著我們去下一個站出發 我們現在去中夜 下一個站我們來到中夜 走玩具之前找點東西吃一下 在那邊趕時間都吃不吃東西 吃完再走一走 我隨便收拾單 這個也好吃 草草地吃了炸雞飯 都是590多日圓 折算港幣36元也不用 大家看到炸雞的大小和數量 都絕對沒有欺詳 還有一碗麵豉湯 我都不禁心想 香港36元吃過眼都不知道吃到什麼 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在日本哪裏吃飯都好 都會有一杯冰水給你 甚至乎不論任何天氣都會得到那杯冰水 其實這杯冰水是由古時傳下來的傳統文化 亦是代表著餐廳經營者對食客的一份誠意 因為在古時要運送和傳放冰是一件很難的事 給予一杯冰水客人喝 即是告訴大家 廚師或餐廳經營者 花費了很多心思 才有一杯冰水去招待客人 其實這杯冰水是代表著那份心意 這份心意直到現在依然承傳下來 幾年沒來 終於來到中野Broadway 幾年應該會因為疫情 買取是少了 看看會不會少了東西 裏面我不特別拍 我想盡情購物 看看會不會少了東西賣 再告訴大家 中野Broadway 我想都是很多玩具迷 心目中的聖地 即是買了一些二手東西的很好的地方 但經過了疫情之後 很多店舖都倒閉了 現在真是Mantala的ManGi獨大 其實我走的時候 有個感覺就是 它分到東西很散 因為ManGi把機械人 蒙面超人 戰隊 高達 全部劃分成不同的管 變相是專門的 但感覺比較708落 我們由四樓開始走 四樓一上去 大家看到有個鳥居那間 都是ManGi 那間店就買一些懷舊物 其實我之前也收拾過一些 限彈超人飛機的超合金 不過這次它真的少了很多東西看 我想也是那句 三年來都沒有什麼遊客 所以沒有需要買取 所以就沒有什麼新的好東西 反而我是在同一層 買一些機械人的那間 就買了一些正東西 之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其實它會有一層 有些二手的書 一些故事可以買到的 下面就是剛才說過的RIDER 或者是戰隊的分館 變形金剛也是在這層 但我自己就有點失望 覺得東西少了很多 反過來我就找到一間 賣一些舊書的小店 它舊又不是真的很舊 未到七八十年代的東西 它是一些九十年代的東西 看上去我想兄弟們都有點共鳴 太舊了 你又未經歷過那個年代 你未必知道那件事是什麼 這間我也在那裡看了一會 如果這些玩具不適合 這一層也有飛機杯買 可以買回去玩 除了玩具之外 一些二手的Bluway DVD 和CD都可以找到 除了Man Gate之外 Lazenbang 羅針盤都可以在商場押納到 但分館就拆散了 和以前的擺位有點不同 感覺又好像萎縮了 因為它有一邊擺了清倉 沒有以前那麼好走的 我自己覺得 另外有間店不得不介紹 我想這間店的本銷是離大 它有些很屌的東西可以抄 什麼暗黑頭彈 暗黑福袋 我想很多去旅行的人都會抱著 一個獵奇的心態 開來看看是什麼東西 幾百日圓試試它 我去的時候 也有很多外國人去抄 明知道我復到混蛋了 我就不建議大家做傻事 除非你說一班朋友去玩 開心一下就另計 武場畫囊依然健在 武場畫囊是定期會換不同主題的一間店 會有一些原創的goose 例如Campage 扣針、Final 一些goose、T-shirt等等的東西 都會有的 有些衣服、Banker 大家去之前可以看看 我合不合看那個項目 有時候會有特色 它會放了一件氣服在外面 但是可以留意一下 即使它換了那個項目 也好 有時候會有一些上一兩次活動的東西 都可以買到 可以去看看 除了Mangay、羅針盤之外 都有些散的店鋪 有些格子店 有些賣樓蛋的店鋪 大家有興趣可以慢慢發掘 有些什麼是適合自己買的 雖然說少了東西買 但是小弟這次竟然買到少許東西 也有些覺得出奇 另外除了4、3、2和地面幾層之外 地爐就是吃東西 吃那個軟到塔高度 吃完會賴屎的雪糕 就是在地爐吃 另外有個小提示想說 其實很多日本人是趁著放假才放些東西出去 可能大家星期一、星期二再去看的時候 就會有些新貨上架 希望接下來的狀況會改善 中夜的分享大概來到這裡 Day2的行程就來到這裡 其實我晚上也是隨隨便便去藥都巴斯樓下 吃了這個神助拉麵 有兄弟說神助的湯頭偏甜 我覺得可以接受 這段其實我最主要想修正Day1的資料 因為我跟大家走路抽的時候 不是說了Cospa在卡譜上面 原來已經搬了 其實搬了的地方也很近 大概在你面向Radio回館那邊 轉右左右 在bookoff那裡 詳細地址我貼出來 在附近的應該是容易找的 Day2真的來到這裡 我們Day3繼續去其他不同地方 好,就這樣,拜拜